民進黨的高雄立委以及議員們 是聯合召開了記者會 要求韓國瑜對自己的政治承諾 要兌現就是做不好 就要來罷免自己 而這時韓國瑜突然出現在 這個記者會的現場 要求議員跟立委坐下來好好的談 立委賴瑞隆拿出了罷免連署書 要他收下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形 再補充一個問題好不好 市長你自在前一陣子才講過而已 如果做不好的話 你自己罷免自己下牌 現在罷免出來這邊 市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要自己罷免自己嗎 你要不要說一下 你當時說你做不好 現在天下 天下的民調已經公佈了 你是全部的最後一模電體 你的分數是42分 你自己講過的政治承諾 做不好的話 你自己罷免自己 你在選前來說了 做好做滿 我絕對不會酸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說明一下 高雄市民在等這個答案 講完了沒有 如果你自己說過的 做得不好的話 你會自己罷免自己 你的回答是什麼 講完了沒有 我做得不好 我會罷免我自己 我再重申一遍 我會罷免我自己 市民朋友 如果對我們的團隊 認為打拚的不夠 努力的不夠 我當然可以罷免我自己 為什麼不行 台灣民主史上 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就從我身上開始 沒有問題 至於劉思芳委員 千萬不要掉淚 你們在高雄市重振這麼多年 今天我接手的攤子 附在三千三百億 全國第一 我們土地大概賣了將近六百億 可是你以前說你不要賣啊 一場大雨下來 地上五千的洞 韓國瑜雖然在都重振做過好會來 霸明自己 但是雙方言談的氣氛是有點火爆了 立委是不滿意 他用這種態度去回應高雄市民 韓國瑜甚至以舉牌的啦啦隊來形容高雄市議員 最後雙方是不歡而散